我就直接 碰到那個 那個酒吧的服務生身材 而且還是一個女生 跟一個外婆女生 噴到身上超 很丟臉 非常丟臉 下午茶新聞的朋友你們好 好久不見 我是小雨宋念雲 帶來我的最新專輯 五四 不一樣 肯定不一樣 真的經過時間去沉澱 然後消化過後 產生了一些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所誕生出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社會新聞 但是要講的核心就是 我們的日常 你就每天都在看門 那我個人的態度是 我覺得其實不太正常 你們覺得呢這樣子 歌詞第一句就是 我們每天都在 他跳了下來 短暫被默哀 然後過幾天 人們卻繼續小開懷 你覺得這樣正常 他跳了下來 短暫被默哀 人們卻繼續小開懷 他變心動態 自拍家的愛 那因為他流量很高嘛 所以他就是拍了個照而已 幾千萬人專載 這個日常其實有很多 你根本看不見的事情 但是他是需要幫忙的 諸如此類的 如果嚴肅一點說是這樣子 但是我真心不希望你們聽我的歌 我的專輯是要壓力這麼大 完全不需要 你還在尋找誰來救你的平凡 給你一道光 照亮你的天 言笑都很煩 好像我現在已經過了35歲 然後你在這將近差不多十年 十幾年的工作生涯當中 你會一直不斷的體會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上一秒可能還在唱歌給很多人聽 演唱會啊什麼的 下一秒回到家蹲在馬桶上 你閉上眼睛還是紅隆隆的感覺 那這一刻是特別孤單的 過了幾年後的現在的我 其實那個孤單它並不是真的孤單 它只是在內化一些 歌詞裡面有一段 我覺得魏如雲幫我寫得很好 他形容那個上一秒的燦爛 下一秒享受一個人狂歡 但是你要想到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你可以享受那個曾經 你們一起革命的那個燦爛 你喝酒沒有完畢嗎 這我還好 因為我不喝酒 用瓶蓋吧 你用你刀的瓶蓋 我這樣喝 我就開始 喝高粒是不是 對啊 我幾乎不喝酒 因為年少不平衡 成立的人覺得 但你要喝醉 某個角落 記得當時的迷惑 對啊 只是假裝喝醉 它並不是真的醉 所以你有喝醉過嗎 有喝醉過啊 喝到吐 不想去回憶起 我覺得太丟臉了 當時就是一個演唱會結束 然後就是就喝了一點酒這樣 然後後來就覺得哇 多好暈了 然後我就趴在一個地方睡覺這樣子 然後我都還聽得到旁邊同事啊 就是在聊天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突然一陣很想吐 然後我就爬起來 我就跟同事說 怎麼辦 我要吐了這樣 他說你忍得住嗎 我說我應該可以 扶著我起來要去廁所 走到半路 我就直接吐到那個 那個酒吧的服務生身上 而且還是一個女生 天啊 一個外國女生 噴到她身上 超很丟臉 非常丟臉 我記得在澳門的時候 就跟姓老大 除了跟她 還會有誰會喝酒 沒有啦 老大不要生氣 剛認識Summer姐的時候 那時候的確是 本來想轉換跑道 咳咳咳 你還會想轉換跑道 Summer姐啊 她就說 你還能唱 你還能寫 還能做 你為什麼要 就只做幕後 你就先 你就做做看嘛 你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有人想聽啊 然後想一想 好像也有道理 姊姊這麼 希望我繼續 做最愛做的事情 她比我還熱情 結果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理由 去做原本所想的 她看過多少 有才華的人 那她為什麼會特別 願意這樣子 跟我說 然後給我這麼大的動力 跟熱情 或許吧 我覺得 我在她的心目中 可能她有看見 或者她有聽見 或者她有感受到 我自己 看不到自己的那一面 的價值 我猜喔 就是這次專輯沒有很多 就是你心筆寫的 關於無視的那些字 你覺得字怎麼樣 好看嗎 好看啊 好看的話那就是我寫 如果不好看的話 我就會改口 因為有些人覺得很醜 我就說 那不是我寫的 對不起 你誤會了 有時候我還學過棒球 然後還曾經幻想 自己未來是走棒球這一塊 然後以前喜歡投手跟遊擊手 所以你後天才很帥 也要厲害才帥 如果接不到球一直 對啊 從發下溜過去 那就帥不起來了 演唱會在什麼時候 演唱會 滾動式調整 真的 這必須的 這個是最近 蠻常講的一個口號 但我覺得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 這個影響一切 對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